HELL 了世紀 天天讀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寶加利亞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兵工廠還有工程器製造所的科技 肉量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的大衝車跟這個一工一房 全部都是非常省的 那寶加利亞人呢 他有這個非常強大的銀貫科技 可以讓他的奇兵成為世紀立國裡面 攻擊速度最快的奇兵文明 那寶加利亞人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銀類建築物可以使用 銀類建築物的話 只需要城堡半價的這個資源 就可以去做生產 這個建築物呢 也可以很適合拿來控土 算是小型城堡的概念 好我們看到這邊紅色 我們偷偷幹了對方的一條豬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直播 或者是在影片裡面 會常常講說 豬要趕快早點吃 然後要先拉離對方最近的那一頭豬 因為如果這一頭比較遠的 這一頭豬的話 你去慢點吃 比較也不太容易被對方給取走 你還有機會可以反制回去的 那如果是向外面的話 很容易就被順手牽豬給牽走了 就如果你少一頭豬 經濟就會很慘 好那先來看一下紅色 那紅色是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經濟科技 研發速度很快 而且他的研發呢 也不需要木產 所以他在攀一些經濟科技的時候 壓力會更小的一點點 那越南人呢也是 可以讓戰寶兵升到帝王戰寶的一個文明 也可以讓他戰寶非常強大 而且他的射箭場單位 還可以增加血量 那增加血量的效果呢 最主要是要讓他 在前期不會被一發偷吃車直接打倒 這是越南人的一個工兵特性 越南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藤甲工兵 還有這個大象為主的 好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好這時候 寶加利亞人已經看到自己的柱 掃了一頭 應該有意識到被偷掉了 兩邊地圖看起來 寶加利亞人 這邊 是越南這邊喔 感覺還可以喔 上方這裡有石頭 然後這裡有黃金 後面還有一塊附金 還不錯 其實並不會太差 比較會有問題的話就是木頭 兩片木頭在正前方 如果要去別地方採 木頭要到很後面 所以這邊可能 前期會比較難守一點喔 中後期來說會好一點 但果子在後面感覺會還 至少有幾個喔 這張地圖 好 那來看一下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這邊是黃金在後方 石頭在後方 黃金在右邊喔 那果子在前面其實也還好 因為這邊可以再稍微拉過來 但是如果真的被對方拉工兵過來的話 然後前面沒有為好 很容易會被控住喔 左邊這邊稍微小圍一下 這邊可以拉條線 只用城鎮中心連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裡一樣也是兩片木頭 兩邊的地圖感覺是差不多的 好 那我們就稍微加速看一下 兩邊封建會怎麼打 好 那越南這邊有三頭豬的優勢 所以現在經濟非常好 可以先趕快點下自己的支部 大概19匹點封建 這邊路再趕一下 頭一頭路沒有吃掉 好 點下封建時代兩邊都是差不多點下的 這裡補了一個伐木場 18匹 兩邊都18匹 很不容易耶 尤其是寶加利亞這邊喔 被偷了一隻豬之後 卻還可以18匹上封建時代 這蠻不容易的 那這邊他也蠻厲害的 只趕了一頭路 然後一頭豬 然後把所有的羊都吃光 好 然後點下了封建時代 這個經濟配置喔 算是蠻OK的 好 兩邊都已經到了封建時代 原來這邊是補下了一個馬舊 好 那寶載利亞人這邊也是 馬舊開局喔 兩邊都是馬舊開 那寶載利亞人這邊喔 待會可以早點去補下冰工廠 利用自己的 這個科技半價的優勢喔 去做出一個軍事上的優勢 應對會比較好 但是寶載利亞現在由於被偷了一隻豬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可能 肉類會比較缺乏 點了三隻刺猴 應該就是極限了 待會可能還是要轉點弓兵阿 或者是要繼續按些槍兵做防守會比較好 好 寶載利亞這邊存了一百多木頭 看來是有一個想要補一個兵工廠 好 原來這邊防守相當快速 直接先鎖住了邊境 開始慢慢把圍牆往右邊撲了 好 左邊這邊刺猴直接過來防守一下 槍兵也稍微拉打一下 好 左邊這邊繼續圍 哇 圍一個很大的 這個地圖圍超大的 好 這邊稍微被反打了一下 自己的刺猴損失了一隻 但後面又補出了一隻刺猴 這時候寶載利亞人點下來一攻 哇 真的是蠻早就點下了 14分鐘點下 這邊肉馬還在驅出 哇 那這邊農田應該撒蠻多的囉 好 越南這邊則是農田 稍微比較慢撒 主要是因為他果子還沒吃完 先吃果子 那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的肉馬加槍兵路線 那寶載利亞人這邊是按了非常多隻的肉馬 來到了八隻 那這邊可以再補下一防 那就要看寶載利亞有沒有這個意思 我覺得出這麼多隻 稍微按個一防好像也不會太過分 好 農田撒的很多 那為什麼寶載利亞這邊可以撒這麼多條 最主要是因為是他小圍 小小圍的話其實 耗損這些資源其實沒有這麼大 像越南在民直接一個大圍 而且拉兩存去圍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來說會比這個寶輝利亞更少了一點 那你看這邊寶輝利亞人出了八隻肉馬 但是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而且還被偷了一直住的情況下 那越南這邊則是點下輪軸之後 還沒有辦法點下這個城堡 時間上還是稍微差了一些 時間上大概差了一個城堡時代一半的時間 一分半左右 欸 這裡品種是取消了嗎 看一下 喔 沒有 沒有取消 是已經研發好了 OK 好 那寶載利亞現在有品種優勢喔 血量現在很多 65滴血 但是越南這邊的槍兵數量有點多 這邊最好是升到清奇兵之後 再去做應對會比較好 OK 果然補下了一個清奇兵的升級 好 跟蹤技術 哇 直接撞到大量槍兵 寶輝利亞人喔 通常看到這麼多槍兵喔 就可以考慮去轉個奴炮啊 或投石車喔 但現在對方的弱馬數量也很多喔 所以直接轉出 戰毛兵啊 或者是攻兵路線喔 也可以考慮的 或是直接轉騎士來打 都是寶輝利亞騎兵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個選擇 好 兩邊肉馬都在互相追逐槍兵也是 然後越南這邊一升到城堡十大 馬上開下了自己的3TC開農 寶輝利亞則是比較慢開了一下 自己的城鎮中心喔 好 上面這邊直接開打 清奇兵現在有優勢 換掉了一些肉馬 但這邊兩邊超多都不錯 反正清奇兵有點打輸 這邊越南人的肉馬數量也是來到非常多 非常多 清奇兵也準備升級好了 好 那目前村民差距兩邊沒有差距太大 好 加利亞稍微落後一村而已 這邊一個高打滴想要反擊回去 好 最後把槍兵收掉兩隻 這邊還在繼續出清奇兵 而不是轉騎士喔 這好像變成最近的Meta 最近很多比賽啊 或者是高段天梯場 城堡時代出騎士的比例開始降低了 反正肉馬的比例有點攀升喔 當然現在騎士還是主流 清奇兵路線喔 算是比較特殊一點的 那為什麼清奇兵現在會比例越來越高 最主要是因為城堡時代 大家都會出騎士嘛 那森旅就會很有效的反制 甚至你出騎士可能會傷到很多經濟喔 但出洛馬的話 就可以不用挖這麼多黃金喔 你就可以多分一點人喔 去挖木頭啊 撒農田喔 去補正自己的經濟喔 以攀經濟來說 出洛馬是不會太傷到更多的 這個經濟資源的 而且也可以有效對方的生旅喔 老頭虛減生物 這都是一個 四季立國的慢慢在轉變的事情 那兩邊都是走一個越南 走這個洛馬開局 連越南也是打這個洛馬開 感覺好像會慢慢成為META喔 清奇兵META 這也是今天的影片要講的一件事情 這個 打法一直在改變喔 四季立國真的是越變越多 以前都覺得出騎士 上城堡就是要出騎士喔 現在上城堡出清奇兵也是一種選擇 那當然還是要講一下喔 如果你出清奇兵遇到對方騎士的話 你一定要出生旅去反制喔 你的清奇兵是打不太贏對方騎士的 因為血量上本身就有劣勢了 那傷害上也是喔 整體而言全部都是輸的狀況 但至少不傷經濟 攀經濟會比較快一點 這是出清奇兵的一個優勢 那反制清奇兵的方法喔 其實就是跟對方一起出肉碼 還有轉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去反制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出到了三隻老頭 目前看起來喔 是想要用這個老頭慢慢推出去 這邊清奇兵稍微繞背 直接抓掉後面三隻老頭應該沒問題 但是被招走了一隻清奇兵 好 下方這邊老頭被抓掉了一隻 兩邊的老頭全部倒地 兩邊都沒有機會可以撿到聖物 哇 這個清奇兵流喔 看起來真的蠻有料的 但是遇到槍兵的話還是會有點危險喔 好 第一時間先收掉槍兵 槍兵沒有變成重裝長槍兵的威脅 就會比較小一點 好 保加利亞這邊把所有的老頭解決掉之後 開始慢慢轉出了騎士 而且是三馬就在出騎士喔 這個數量就可多了 那這時候村民已經來到六十村 開始轉騎士 然後越南這邊則是到了七十八村 還在繼續出這個肉碼 那生旅的部分數量五點少 至少現在要四隻左右 會給對方壓力會更大一點 好 這裡再補一個軍營 可能是要來生重裝長槍兵 哇 這裡有洞 這邊漏了一個洞進去 抓到了一些村民很賺 肉碼做到事情相當好 左邊這裡也是鑽到了一個洞 炸了一隻村民 好 現在肉碼要分兩隊去追逐囉 左邊這邊又抓到了一村 但輕騎兵數量只剩下少量的一隻 後方這邊溜進去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二房現在才要升級好 這邊再招一下能夠解決掉 哇 這隻老頭被抓掉很傷啊 哇 保夾莉亞這邊有點小賺喔 越南人這邊已經轉出了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開始要去做反制了 好 騎士都在面前 這個也可能沒有空好 他可能是第一時間想要來打這個修道院 但還來不及打 這個打的時間有點偏晚了一點 不知道能不能打碎個洞來 好 這時候後方村民在招下應該可以招到喔 這個距離有點近 唉唷 居然被拉走了 這時候保夾莉亞補下了手推側 這時候如果保夾莉亞人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就可以考慮往前插銀壘喔 因為銀壘只需要城堡半架石頭 而且傷壓力跟城堡差不多 只要你正面打得贏的話 就可以考慮去正面升插銀壘 這邊看起來是要去插的喔 但是正面的兵量好像有點多 這兩隻騎士有點危險 會被找走嗎 沒有 點 但也一定覺得很奇怪 怎麼生女怎麼招響都招不到的感覺 好 這邊有六隻星騎兵過來後面應招 但這邊有非常大量弱馬 好 還是招不到 越南這邊一定覺得很奇怪 他的生女今天失調了 他說什麼 YOU MONKES 這邊兩隻老頭上前 直接應招 後面沒有時間可以去打生女 兩隻生女都活了下來 騎士直接被逼退 左邊的銀壘慢慢插了起來 應該只能蓋起來也沒問題 好 那現在這些騎士 遇到這些重裝長槍兵就會很難受 這時候保夾莉亞人已經快要可以點下帝王十袋了 好 當然家裡面有補大水或工程器製造所的關係 欸 銀壘已經插好了 可以 當然就可以點 好 騎士稍微逼走一下 那目前臭名處是保夾莉亞人這邊弱厚 弱厚約25吋 81吋打107吋 越南人這邊點下了首吹車 經濟來 兩邊都來到了蠻不錯的 二能二目都有點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打葵銀壘也可以就去連環銀壘升推進去 不過能空到這坨金的話 對保夾莉亞人來說是非常賺的 好 上方再補一個銀壘 繼續升差 這時候越南人點下了一擊射 家裡有少量輕騎兵來騷擾 但是被截斷成功 好 這裡裡面 溜了幾隻騎士進去騷擾 做到一點事情 有更多的輕騎兵衝了進來 第一時間就是抓到對方的老頭 這個反應相當迅速 長槍兵過來拯救一下 應該能救到一些 那越南這邊趕快補下大雪 點下彈道雪 然後開始產出自己的騰甲弓兵 會比較好 帝龍斯大打騰甲弓兵 會更好一些 這時候保夾莉亞人 轉出了非常多的保夾莉亞騎兵 開始從騎士轉變為寶兵了 好 輕騎兵這邊分兩隊 上班還有少量輕騎兵在做騷擾 村民宿目前是90村 對上126村 村民殺具約35村 但保夾莉亞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 越南這邊只是有經濟上的優勢 要是這裡沒有辦法上到一些經濟的話 保夾莉亞可能會有點危險 所以這邊這些單位 勢必要做到一些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事情 可能會一波倒 因為越南人的後鞋也是有擊兵的 但還好保夾莉亞騎兵下馬之後 會變成步兵單位了 可以稍微反制一下這些正面的槍兵 下馬之後可能就是要套騰甲弓兵去做應對 所以目前 槍兵直接全部上前 保夾莉亞騎兵直接正面硬打 正面硬打我覺得不太好耶 因為後面有城堡 上方還有騰甲弓兵 這一坨果然被揭滅掉了 但是右邊這邊也殺進去 有弄到一些村民 村民下降到了只剩下170村 村民差距我以為15村而已了 但還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還可以接受 想說他這一坨送掉 要是沒有打到村民的話就很虧了 這邊想要硬抓掉巨型投資機 應該沒有問題 再一刀 搞定 這時候越南人已經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這時候保夾莉亞人也點下大洛吧 但至少村民差距已經拉得非常接近了 104村對上119村 村民差距約15村而已 騰甲弓兵現在也慢慢量產出來 但是攻擊力還沒升上去 加上那一波肉馬加上騎士進來騷擾之後 現在越南這邊有點斷肉 但是很努力的在維持自己村民不斷的狀況 去做一個防守 這邊大洛馬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效果還是很不錯 保夾莉亞人這邊轉了非常多的洛馬 這邊巨型投資機 開始在拆除外圍的營類 這邊偷偷出來伐木 不知道會不會被抓到呢 其實距離很近的 這時候點下了銀罐馬盾技術 要來增加一下肉馬的攻擊速度 還有騎士的攻擊速度 哇這個怎麼溜進去的 居然抓掉了巨型投資機 越南人這邊大會要思考事情 是要不要轉一點 大象出來打 越南大象是很有效 可以攻堅對方馬國的一個單位 而且越南人的大象 是可以讓血量變成最多的大象文明 多不含波斯戰象來算的話 越南的毛象服 是血量最多的一個文明 但是目前他這邊要成型槍兵 還有騰甲工兵的軍隊成型的話 還是需要一點資源 因為點下三級色化學 還有工坊 這些都要補一下 大象路線可能是最後才會產生出來的 所以目前現階段來說 產大象也不是非常明智的 現在還是用槍兵先稍微守住 然後先把自己的經濟先顧好 還有科技先攀上去 才是主軸 畢竟現在連彈道學都還沒有點 寶達莉亞這邊利用自己強軍事 順利的把對方全部給逼在家裡 這也是寶達莉亞想要獲得的效果 盡可能的讓對方坐在家裡 不出門騷擾 直接用軍事 狂狂去這邊硬打 所以肉量來到61片田 其實農田數量已經來到非常頂尖了 好 家裡補下了一些盈蕾做個防守 可能是想要來產一些寶達莉亞騎兵出來使用 盈蕾現在到處在插 控除開始 右邊這裡有個盈蕾 好 這時候寶達莉亞人突然 演出了護衛技術 可能是有打算想要來出這個雙手劍兵喔 因為寶達莉亞的步兵系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待會可以馬上直接使用雙手劍兵喔 配上金冠協議科技喔 去做一個步兵壓制對方的擊兵 還有這個騰甲弓箭手的動作 騰甲弓箭手可能比較難壓制住喔 就是靠自己肉馬就可以了 那如果正面可以順利的解掉的話 丟肉馬去解決後方的騰甲弓兵 問題應該也是不大的 好 這邊巨星偷偷拆掉了城鎮中心 這應該是故意去送掉的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 寶達莉亞騎兵 基因瑞的升級 右邊這邊騷擾感覺也是做到蠻多事情 但寶達莉亞人這裡沒有繼續補下更多的村民喔 村民反而停在了117村 人口上現在還有非常多的空間喔 可以去生產更多的村民才是喔 這裡卻沒有繼續升 好 越南人這邊的人口則是來到了188人口 寶達莉亞只有136而已 但這邊寶達莉亞是全力的在產出自己的軍事 而不是村民的 好 左邊再補下一個銀類 那待會金瑞寶達莉亞騎兵出來之後 正面可能就打得贏這些槍兵阿 還有橙甲弓兵手 正面擰壓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畢竟現在也有馬凳技術喔 再配上一些肉馬 都是一個很好的搭配喔 不過你喜歡玩單純騎士暴的玩家喔 寶達莉亞其實算是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喔 這邊算是比較單純又暴力的 但還是會被這些槍兵喔搓成重傷 但至少不會完全一味的被這些槍兵給壓制住喔 畢竟下馬版的寶達莉亞騎兵喔 還是可以有效反擊這些槍兵的 這時候越南人點下了三級的步兵板甲 輪根還有化學 寶加莉亞這邊則是點下了三級射 彈道學還有板甲技術 正面三台巨型托斯基已經開始在工程當中 左邊就用城堡也準備要被建立起來 正面這一坨要正面硬打應該沒有問題 但數量還沒有到非常多 只有二十幾隻而已 正面也只有十隻左右的單位 但是下馬版的寶加莉亞騎兵正面 尻爆了非常多的槍兵 這邊下馬版的寶加莉亞騎兵 還是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喪屍騎兵不是蓋的 後方補過來大歐馬第一時間攻擊的是 巨型托斯基 巨型托斯基直接被拆掉了兩台 第三台也有機會 這就是喪屍騎兵 直接站起來再助反擊回去 寶加莉亞這邊現在有工程上的優勢 現在可以反擊這棟城堡應該不是問題 右房又有少量落馬在到處燒了 這塊黃金看能不能早點挖完 如果能挖完的話 對越南人的經濟來說會好一點 好這裡本來想要蓋一棟城堡 但這邊有銀磊在空圖 直接被逼退了 哇 寶加莉亞的落馬攻速好快啊 好這邊直接用大落馬 配上寶在莉亞騎兵 拆掉右邊的城鎮中心 現在越南這邊有點被打的一個措手不及 經濟稍微有點變差了一點 那越南人這邊也是硬擠出了一些支援 這邊點下了騰甲弓兵的精銳升級 好這邊再繼續囉 騎兵亂竄 這就是騎兵國該做到事情 寶加莉亞這邊都做得很好 那越南這邊有點被騎兵打到有點歪頭了 哇 又有更多寶加莉亞騎兵被鏟了出來 他後方的黃金好像只剩下這一塊了 那如果能把這個城堡打掉 把這塊金拿下來的話 寶加莉亞就可以繼續出自己的寶加莉亞騎兵去做反制了 好 這邊抓到非常多的村民 寶加莉亞騎兵可能會抓到非常多的大量數量 目前寶加莉亞人的村民處已經反超越南人 越南人這邊的村民處只剩下110村 正面的藤角工兵還在繼續打這次的肉馬 肉馬適應到非常多的傷害 寶加莉亞騎兵在後面當成一個主輸出 耗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現在要補到100村了 聰明差距已經來到了35村左右 好 越南這邊經濟再次的大崩 右邊的城堡也被拿下 黃金沒有辦法繼續產出 這邊再插一個銀類 想要晃住右邊的黃金礦 越南這邊正式斷軍喔 越南右邊守不下來 黃金沒有辦法繼續開產 越南這邊要一波ALL IN了 這一波不成功變成人 寶加莉亞這邊也要來屯一波最後的資源 打最後的反擊戰了 四台巨型投資 架了起來 這棟城堡能夠守下來嗎 好 後面寶加莉亞的使命在後面 繼續看一下後面有沒有其他兵 看起來後援不多 看起來後援不多 越南再一波ALL IN 能夠成功嗎 好 巨型投資機趕快挽回拉一下 去攻城喔 打這一棟城堡 好 先來看一下右邊的黃金 後面寶加莉亞的騎兵直接繞背 上到了後方經濟 最後面的大洛馬並沒有直接上前 所以屯甲攻兵數量還是有點多 31隻 後面這一頭 寶加莉亞騎兵完全沒有人守得住 槍兵過來也是被流星錘敲爆頭 好 大洛馬直接上前應戰 也不管你的槍兵了 反正我攻速就是快 暴力無腦硬A 哇 直接吃掉正面的所有槍兵 槍兵全部倒了之後 這邊的大洛馬也全部上前 這時候丹尼爾大出人 聚聚 哇 太精彩了這一把 寶加莉亞人這一波雙線進攻 打得越南人措手不及 經濟直接一個雪崩 右邊這兩塊金搶回來也是相當的關鍵 這邊這邊用大量洛馬去守住正面 反正自己的洛馬攻擊速度快 對不對 守住之後再繼續產出更多洛馬 進行反制 這是一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那兩邊的經濟呢 是由寶加莉亞人拿到史物上的優勢 贏了大概7000肉 木頭則是數了5000 黃金贏了3000左右 但是他拿到4聖物 所以後期這個就算沒有黃金 還是比越南人這邊的紫幣技術好上很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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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